这是什么顶级享受 外面是零下24度的冰天雪地 这个男人搭建的庇护所 却是把门敞开来散热 他究竟是怎么做的 随着冬天的到来 白雪覆盖在大地与树木之上 今天阿烈一大早带着旺财 收集了一些生活物资 回到他前不久刚建好的木屋 虽然室内整体看着不算大 但容纳一人一口还算可以 如果再多个女友还能凑合 他掏出瑜伽垫 固定到木床上 稍作休息后 开始拿出刚从市场上逃来的 一体是多功能壁炉 有了他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受怕 接着阿烈拿出一卷锡纸 做了一个简易的烟囱 话说这个创意真不错 既环保又方便 正确安装烟囱 才不会有全村痴气的风险 老样子点燃壁炉试了一下 看着外面的鸟脑吹烟 阿烈这才放心的